我是Tony 歡迎大家點贊分享我們的頻道 Hello 大家好 歡迎宋潘 Tony 我今天來到龍華區四號線的龍勝地鐵站 過來拍攝一個樓盤 在拍攝樓盤之前 我幫大家梳理一下 929深圳的新政策底下 對香港人在深圳買樓和之前有甚麼不同 講話講重點 第一 之前香港人在深圳買樓 是給兩成首期的 現在不需要了 只是給15%的首期 意味著你首期給少了 那夠錢到時自己添置一些傢俬電器 都已經足夠了 更加方便你在深圳上車 第二 現在香港人在港澳台 在深圳買樓是以個人名義去買的 不再以家庭為單位去買的 第三 就是增值稅 之前是五年 現在改為兩年的 第四 就是你拿了紅盤之後 原本深圳有三年的禁售期 現在就沒有了 即是你拿了紅盤之後 就立即可以在二手市場流通了 即加速了未來在二手市場流通的貨 新政重點就是這四點 說完新政策之後 我今天介紹的樓盤 就是看到一百米左右的四號線龍勝地鐵站 在我的左手面就是港鐵早期發展的天仲 這個樓盤就在17年已經入了火了 它現在二手叫價差不多是5.5至5.8萬的單價 一期是港鐵 二期就不是港鐵了 二期就轉為深鐵的 它的樓盤名叫做深鐵龍景花園 這個花園現在單價都差不多是六萬多 今天就不拍攝它 拍攝另外一個卓越的樓盤 在這裡走過去七分鐘左右而已 今天介紹這個樓盤叫做卓越的軍日府 我們現在是國慶期間 看到我們身後人山人海 現在是中午1點鐘食宴的時間 我們先介紹這個樓盤的區位 這邊呢 那是一地一樣的 可能現場收音可能會差一點的 我簡單介紹一下 卓越軍日府 位處於深圳地鐵四號線龍勝地鐵站 如果龍勝地鐵站 搭回福田口岸只需要35分鐘而已 不需要轉車 隔壁還有一條六號線 叫做圓芬地鐵站 那條六號線主要通往羅湖的 我們說完交通是很方便 我們說一下附近有甚麼商業 隔壁有一個港鐵天眾的TA Mall 這個剛才我們已經見到 多乘兩個站 洪山 洪山那邊有很多商場 六九七九 還有上唐的天雄商業 走遠一點 一公里 還有龍馬的一方天地 所以附近的商業配套是非常之成熟的 你搭地鐵一個站或者兩個站 都有超級大型的梳乏螢幕 小區附近 樓下都有滿足到你日常生活的底箱 說完交通商業 醫院都是有的 附近有一個深馬醫院 還有人民醫院的 我們最緊要講一下 這個卓越軍日府盤 我們簡單看一下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我剛才這個就是地鐵四號線的龍勝站 這個就是港鐵的天仲 這個深鐵的龍景 我剛才走過來 這裡轉右 轉左了 七分鐘已經到翠越軍日府了 這個樓盤現在是七棟的 現在是賣一棟一單元 一棟二單元和一棟三單元的 Total的規模是七棟的 這一棟是回遷房 是不賣的 裏面有泳池 有跑道 亦都會有一些體育設施的 抬高式的空中花園來的 這個樓盤都非常之美 叫做軍日府 是卓越逆府系列的其中一個樓盤 其他還有和逆府 柏逆府 魂逆府 都是中高端的項目 太多人 不如我們直接上示範單位去看看 我們現在上去實體的樣板間 首先介紹一下 一單元二單元 即是三棟樓 全部都是三梯六伙的 三梯六伙 我們看看最小的那隻 八十方的 三房一次 今天比較多人看 不要介意 這裏門口到時有一個 你當公共的私人空間 交標 因為太多人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問我拿張文章去看 我首先看看三房一次的佈局 是怎樣的 八十方 這一排就可以做收納櫃 右手邊 就是他做了一個U型的廚房 U型的廚房 到時他交標 廁所和廚房 櫃全部沒有 只是送電器給你的 我們看看開間 開間約會是三一一 到時交標是余交出來的 不要緊 我們看一看三間房的佈局 這個佈局是三段式的 這個佈局是三段式的 到時交標 還有洗手間 這些都沒有 全部要自己買 馬桶 他只留了一個玉瓶給你 玉瓶給你的 其他都要自己買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間房 這是他做了一個兒童房 到時都是余交出 加樓給你的 不是很大的一間房 第二間房 八十方三房 的確是緊湊型的房間 這間房都不大 他用了飄窗 其實他三間房的佈局 都很合理的 走廊位也沒有走廊位 其實他的主人房 我眼見是夠大的 如果你到時要擺個衣櫃 這裡做的衣櫃 就不太夠 可能到時會犧牲你三邊下床 這個主人房 我們看看露台的景觀是怎樣 因為今天太多人 都影響別人在那裡談 我們盡快過一過 這個就是八十方的露台 八十方主要都是西北向的 西北向 我們可以看到泳池 全部是內縣景 西北向 我接著講講價錢 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實在太多人了 我盡快講講八十方 價錢是多少 最便宜370萬 最貴是409萬 均價差不多是4.6 有地鐵有商業甚麼都有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八十九方 三房兩位的單位是怎樣的 接下來我們看八十九方 三房兩次的示範單位 其實這個已經是膠標 所見即所得 它這一排的貴都是給你的 下面做了一個中空 可以擺cutting機和擺鞋 我們再看一看 其實它這個就完全沒有 到時只是送電器給你 送電器 這些到時你要自己買的 我們先看一看房間吧 這個是膠標 這個貴都是給你的 這個橘子也是有的 橘子也是有的 廚房洗手間的配置就減了 但是它是送了一些電器給你的 裝修標準都高了 有辣有不辣 到時廁所的膠標 只是浴瓶做了給你 馬桶這些洗手盆都是沒有的 鏡櫃都沒有的 只是都是浴瓶的 我們看看第一間房 這個是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有些小 八十九房真的有些小 這邊我想米八左右 這邊你也要用 如果做睡房也要拍一張床 拍一錶窗的位置 差不多是兩米五兩米半左右 第二間房就小了一些 看一看主人房三房兩次 廁所可以看一看面積有多大 膠標跟剛才的客廁都是一樣的 它的主人房就做了一個櫃給你 做了一個櫃給你 三邊下床就問了一些 只是單邊下床而已 做了單邊下床 它這個朝向是東南的 我們最後看看露台的景觀是甚麼 其實可以開間 我想就三米一二左右 不算很闊落 露台的景觀 這邊是東南向的 景觀是OK的 如果你買高層那邊是六號市 到時不知道會否有噪音 但我眼見就做了隔音屏 這一堆是深鐵龍景的樓盤 中間那座就是港鐵的天仲 城市景觀都不錯 下面有一條河沖 那邊還有一個花園叫公園仔 你晚上下去都可以逛逛的 我們盡快說一下89方的價錢區間是怎樣 89方如果最便宜是412萬 最貴是453萬 然後還有1806和113方的4房 我今天就不拍攝了 因為實在現場太多人了 以及以家庭下三代同樣為主 4房剛才有些客人都在那裡吵 其實有些沒有拍攝 非常普遍 我們下去樓下做總結給大家 好了 我們現在做總結 因為裏面實在太多人了 我剛才拍攝的示範單位 有些膠標亦都可能有些會錯的 因為它現場對接我們的售貨員 一個都沒有空 跟我們說話的時間都沒有 全部都在帶客人 我總結這樓盤 370萬可以買三房 在龍華的核心地區 價錢是非常吸引的 地鐵搭兩站 已經可以去到核心的商業區 7969 如果搭的士都是十分鐘之內 可以去附近所有商園 三母Costco全部都有 我們跟著又說下樓盤的缺點是甚麼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方位 城市面貌都比較新一些 深鐵和港鐵的樓盤 全部在這一邊 我們背部後面那一堆 全部都是有待舊改 都是農民房來的 包圍住的 我這裏就拍不到的了 門口有一條兩條線的行車線 如果門口有些農民樓不拆 這條駕駛出去都比較影響觀感 這麼漂亮的樓盤 但門口只有兩條行車線 是比較影響觀感 外面有一條布隆路 布隆路都是比較失車的 如果相信香港觀眾都未必會駕駛 搭地鐵為主的 這個就不說了 我們說回開職 它是三房和四房的 它主要都是開監 比較窄了一些 可能預留了空間 給一些睡房、洗手間 最後有一個問題 都要在這裏提一提 因為這個卓越軍入府 原定是27年的3月 是27年的3月家樓 由於它之後為了一個裝修升級 想早些封頂 因為銀行現在要求你樓盤封頂 才可以放款給一些發展商 所以它現在合同是27年3月 但它會補簽一個協議 提早到現在是26年的9月 提早幾個月可以交樓 最後八十方是西北朝向的 西北朝向 沒辦法最小的那隻 如果你說要東南朝向 就可以減少89坪的單位 有東南亦有西南的 價錢是412萬起 412萬起 好了 今天這個卓越軍入府的樓盤 就拍了這麼多 首先可能下次人少些 我再過來補充一下 如果有些觀眾想過來參觀現場 來參觀這個樓盤 可以提早約定我 我的電話是90889097 如果你想WhatsApp 拿好資料都是可以的 看樓買樓 記得找我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